好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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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相比賽藍進前 對上葉李智 就是這個57公斤量級 量級又更輕 越輕他們其實對於速度跟技術的要求會越高 葉李智上個禮拜 上上個禮拜 剛在中正盃拿冠軍 中正盃泰拳拿冠軍 那比賽超花扣的 他是沒有互軸互吸的 然後他就把人家軸到 就是旺盛 哈哈哈哈 邊腿 然後 nice 葉李智 葉李智人家都叫他葉師傅 他是走一個比較IQ型打法 就是他不會跟你硬幹 就是有一點 比如說像看常打謝宥勝 你就會覺得他就是體力很好很硬 然後他會壓進去打 但是你會看葉李智他這種比較是抓嗆死的 這比較理智一點 對 對對對 比較理智一點 欸他該不會也改過名字 上場很理智 然後就是可以做一些 對 各種動作 有 有 往這裡繼續追擊 對 之前我朋友就跟我講 喔唷 他說我平常沒事可以跟葉李智練習 因為他跟你差不多中 我就覺得被羞辱 但是他真的好輕喔 我是7公斤的男生 對 輕量級 這個量級男生速度會非常的快 非常快 因為他們轉速都拉得很高 然後都啪啪啪啪 然後就進去 不然等一下拍我的 然後就請問兩個邊見 我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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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應該是堂得到吧 第二回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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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拳腿的一些組合 打到頭到掉了 剛剛是不是在當教練 剛好笑看到他在當教練 他就是場邊教練 剛剛常打他們 代表Kingbox的選手 基本上都是他在當場邊教練 現在謝優勝 謝優勝幫他當場邊教練 平常都是一起訓練的夥伴 才會知道他平常的打法 才會給最中肯的建議 理智的打法就會比較是 他抓到你一個空檔 一定會連續的進去 自己把帽子截截 這就是所謂IQ型打法 他不會就是在你攻擊的時候 還有硬要跟你換 但是他會看到你有缺口 他一定就會鑽進去 好 戶籍 戶籍 他連續都非常連續 一分鐘時間齁 要快喔 目前分數是也理智在贏 三十秒 四十秒 勁遠要加油 又要漂亮 好嗎 沒有關係啊 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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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剩10秒 來 要進去 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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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想要摔一波 想要摔一波 來 不過還是拿下這場比賽 對 剛剛講的 就是 如果說已經確定已經穩了 再去做一些奇怪的動作 來試試看 葉女士我們恭喜你 拿到這場比賽順利 恭喜 恭喜你 愁愁愁愁愁愁